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见42岁辣妈田普君身穿一件白色香港潮牌Polo衫 留着一头齐尖秀发 端坐在豪宅客厅 双手暴毙交叉于胸前 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 餐桌上清晰可见 摆放着一盘酱牛肉 南瓜 百香果 蓝莓 燕麦粥 鸡蛋 腐乳等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水果一应俱全 简单介绍早餐食物后 田普君便拿起筷子开动 夹了两片酱牛肉塞到嘴里 边吃边解释称 早上吃肉是我们家的传统 就要吃得夯实 要不然一天感觉没力气 说吧 他又用手包了个水煮鸡蛋 并占点腐乳大口吃着 水煮鸡蛋配豆腐乳 三年前2020田普君秀恩爱时曾提及 镜头前 田普君接着吃了几块小南瓜 两包蛋白粉 半碗燕麦粥 胃口大增 食欲不俗 饭后 他又撕开一盒某品牌的高档燕窝 用勺子精精有味咬着吃 有网民好奇询问这是老王送的燕窝吗 田普君则是俏皮回复独立女性好罚 言外之意 经济独立的他无需王石赠送 对于独立女性这一标签 田普君不止一次在新书习惯就好 那些钱解决不了的事中提起 自询逆伤女总裁 是新时代独立女性人物 屡屡被外界质疑靠王石上位的他 曾在辩论节目最强辩手中爷与丈夫 老王早已不是万科的那个老王了 呼吁村里该通往了 除了老王送燕窝引真意之外 不少网民质疑要每天都这样吃 那我就服你 田普君一是回复称 一般早上我都会吃大肉 录节目太赶的话有啥吃啥 此外 也有一些网友留言感叹 这个早餐比我一天的饭还丰盛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素吗 俘虏配燕窝 太豪气了 事实上 早在本月六月初 田普君还曾苦恼受身计划失败 一个月减肥12斤 需要给每位员工5000元人民币打赌费 现如今又炫出富人早餐 难道是赚品牌方宣传费 值得一提的是 现年72岁王时与前妻王将岁离婚时 选择近身出户 转身冲破世俗观念 迎娶小30岁女星田普君扮下一女 重组幸福三口之家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